孙哥给派一波神助攻有好的地方 因为现在整个币圈都知道派network了 甚至这件事情会让一些机构和大咖大量收派币 也就是很多派友想看见的事情 那就是机构或者投资者进场 不过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家好 我叫小轩 这期影片小轩我会跟大家讨论火币和多个交易所上线派币 引发机构或者大咖来收我们派友的派币 然后整件事情火币它收获的是什么 买家在火币买的派币 孙哥要怎么样去兑现 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和Coinbase为什么没有上派币 以及接下来派币价格走势如何 价格还会往下跌吗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 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近期最大的新闻之一肯定就是交易所强制性的上了派币 十几个交易所强行上了派的期货过后 最高的价格到了345美金 当然有一家交易所更夸张的 这个交易所将派币的价格炒到了35000美金 不过我相信他们是没有什么交易量的 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但是没有开心几天 这个345美金的高位就一路下跌 跌到现在只有80美金 跌去了整个价值的75% 我希望看小轩我的视频的派友们应该没有去交易 对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一个坑 虽然说它是一个坑 但是这件事情也会有一些振兴的效果 比如现在炸出了很多数字货币的一些大牛或者大咖全跑来 这些大咖开始发现原来派的社区这么厉害 所以这几天他们发推文时都会爱特我们的派Network 就算他们去宣传他自己的项目也会提到这个派 所以这个热度蹭的是很厉害 甚至有一位网红直接就很高兴地说 自从我开始发有关派的推文过后 我的粉丝一下就涨了10千 然后一位在推特拥有一百万粉丝的大咖 Ben最近也发了几个派的推文 甚至他也发了一个视频来讨论派 那么Ben他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个加密货币新闻媒体之一 通常消息灵通 他时常在币还没涨线爆料 然后其实他在两年前已经介绍过派 并且他也挖派币两年了 他也在视频里说派曾经被一些人指控误解为骗局 但是他指出在互联网上指控派为骗局的人都是白痴 然后还有诈出贾斯丁吴 Justin他发一条推特说 我是不是应该在派链上做点好玩的生态什么的 所以现在发推文艾特派的这些大V都是各有各的想法 然后就连传统币圈的老大 当年骂我们怕是传销币的那些老大纷纷都来站台 有一个大佬就发了一个短视频说派的社区非常的温暖 还有就是一位传统币圈的大佬在12月30日说准备在场外收1000万派币 那么这位大佬就是宝二爷 我看到很多人截图去把宝二爷的推特进行了一番洗脑 就说您完全不明白这个派全球分布式最广的这个数字货币是如何理解的 您都没有去了解游戏规则 所以宝二爷后来又发了一个推文说 欢迎1000几储币以上的人都来跟他交易 不过这里有一点他没有提的 那就是价格 那他收派币的价格肯定会低于市场的交易价格 那他收1000万个派币的目的是什么呢 拿来做什么呢 小萱我认为火币上架派币的这件事情可能与宝二爷是有联系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他也在推火币的交易所 所以我们不知道宝二爷是不是和孙哥之间有一定的经济关系在里面 OK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火币是没有派币的 交易所的派币都是IOU就是我欠你的意思 所以可能宝二爷现在收的派币以后是注入到火币里面让他增加流动性 因为目前大家在交易所买的派币你是不可能把他提出来的 而且我们知道他可以让你不能提币也不能充币大大的增加了他的可控性 所以说当他有一千万个派币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人要提的时候 你提的少他就让你提你提的多他就不让你提 因为这些都是在交易所的一个操作范围之内 所以宝二爷如果成功收到这一千万个派币之后呢 可能会转手给火币交易所里面 这样火币就真的有派币了 派币也真正的在交易所里面流通起来了 当然目前派处于封闭市主网 要是派项目方看到有这么多的派数量转到同个钱包的话 他们是可以直接冻结您的派币的 就像派项目方之前冻结mipi的平台一样 不过小轩我还是要在这里请大家不要将您的派币卖出去 尤其是不要卖给宝二爷这种的 大家要将派币握紧在手上 不要随意抛售或者兑换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用您的派币 大家要懂得活用手上的派币 比如在派network上去使用派换取自己所需 这样流通起来后才能真正提升派币价值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整件事情火币它收获的是什么 以及买家在火币买的派币 它要怎么样去兑现呢 第一 这一波流量它肯定是把中国区的市场抢回来了 因为现在币安动都不敢动 至于为什么币安不上派期货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第二 把买币的人给圈起来 就是现在传统币圈的人没有派币的 现在要拿优去买派币的人 孙哥先把这些人卷起来养了一个 第三 整个币圈 整个交易所的光环全在他身上 派币在火币上的交易量超过了比特币和以太方 他的整个交易量是5000万 比特币是3800万 然后以太方是1400万 第四 孙哥他自己拿了20亿去收购了火币 他只要把派这一波流量掌握得好的话 他这20个亿分分钟就回来了 大家看到了吗 如果孙哥已经在火币通过派的期货赚到了他 投入在火币里的钱 他之后还会继续玩吗 大家如果了解 孙哥的话就很简单 孙哥投入20个亿 派的一个流量 他就能赚40个亿 甚至是400 那他还会在意这20个亿吗 所以火币他之后 接下来的这个路怎么走 派的期货 他是不是会按照大家所理解的那种收币 继续进行交易 进行铺垫 开放式主网对接 然后给你提供提币 还是再拿一部分资金 先把币价砸下来 然后给你进行提币 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是最后的跑路 我们也不知道 因此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所以现在这种混战 大家听完后还会去玩吗 至于买家在火币买的派币 孙哥要怎么样去兑现 小轩我认为 孙哥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是当派开放式主网的时候 大量的派币涌向交易所 就是孙哥最高兴的 因为大量派币走向交易所 价格立马暴跌 如果有买家在314美金买的 但是大量派币进来的时候 到时候被砸成31美金 那么孙哥就收割得薄薄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交易所 现在的所有数据都是坑 孙哥把派币的价格拉得那么高 一定会引发主网的时候 会有大笔数字货币进到交易所里去 这个引发的就是暴跌 暴跌就是对交易所好 因为它需要变现 还是那句话 如果开放式主网当天的币价 跌过了交易所期货的平均价格的话 那么所有的交易所肯定是最开心的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和Coinbase 为什么没有上派币 首先因为币安和Coinbase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美国上市公司对期货是有非常严格一套体系 很简单 如果我是一家交易所 但是我想卖黄金的期货 但是我没有黄金怎么办 那我就要质押 因为我必须去证明 我们有能力去售卖这个期货给全世界的人 或者给美国人 如果你没有那个证明 你没有那个能力 证明你有能力去售卖期货的话 那你是不可以去售卖期货的 所以我更期待的是币安和Coinbase这两个上市公司 它能够经过正规的审核 然后进行这个派的期货交易 这个数据是我们更想看到的 然后有些人说币安可以跨链 但小轩我认为不可以 因为跨链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派的钱包 而如果你跨链进行交易的话 项目方可以把你趴钱包卡掉 就没有跨链这个可能 所以最大唯一的可能就是走交易所相关的期货 去申请这个期货的允许 就是走这个政策层面 我们这么理解吧 其实在美国很多都是期货股票 美国纳斯达克 它不是就是卖一个概念 大家觉得这个概念不错 投资者就会融资 把钱给你 让你把这个概念做出来 所以币安和Coinbase 是大家接下来要关注的 因为这个才是之后最大的看点 那么接下来 Pi币价格走势如何 价格还会往下跌吗 首先 小轩我不是神 也不是预言者 不过我们来回顾一下文件币 因为文件币发生的事情历史 几乎和Pi币一模一样 文件币在它正式主网之前 文件币就被52家交易所上 而且52个交易所的价格 就跟我们现在这几家交易所上派一样 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高有一些低 价格就从最开始11美金 拉到27美金 到最后因为主网一而再 再而三的不来 文件币的价格后来被砸到2美金 你想如果你是15美金 20美金购买的 之后被砸到2美金 那你是不是亏了 当然文件币它后来又起来了 因为主网了就涨到了100多美金 可是现在又砸回2-5美金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文件币的整个怎么一个玩法 就现在Pi币跟文件币还是比较相似的 如果Pi Network的主网不能如期而至 比如说今年2023年之前都没有开放式主网的话 那么会有什么打击呢 第一肯定是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就像文件币一样 期货比最高的价格时候跌到90% 因为大家等主网等到心碎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如约而至 不如如约而至的话打击的是谁 打击的肯定就是投资者 生态建设者 和打击Wipe 2.0 那些想往趴公链赚的这些人 就连贾斯丁吴 他就直接在这个孙哥的推特下面就说了 你这样做 整个盘一定是会跌崩掉的 因为他不是真实的Pi 他没有相关的数据 他完全就是一个代币的炒作 一个期货的炒作 而且小萱我刚才说当 Pi开放式主网的时候 大量的Pi币涌向交易所的话 价格就立马暴跌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理智一点 不要觉得Pi上了交易所就是好事 其实也有不好的影响 就我们自己要知道 现在所有的数字都是浮云 我们看看就好了 当然 这只是小萱我个人的观点 虽然说各个交易所或者大咖都个怀鬼胎 但是还是对Pi的整个一个进程还是有帮助的 比如让Pi Network一夜成名 所有币圈的人肯定都知道Pi币了 所以还是谢谢孙哥让Pi在币圈一夜成名 但是小萱我还是希望给大家提一个醒 那就是看一看就好了 不要当真 不要影响大家的睡眠 因为这个盘跟我们没关系 现在的盘都是浮云 都是单机游戏 然后现在开始一定有人在场外收币 价格也不会低 但小萱我想要提醒大家 现在Pi币的价格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所以将Pi币握紧在手上 不要随意抛售或者兑换 大家要懂得活用手上的Pi币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大家要关注Pi生态的发展 OK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Pi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观点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现 拜拜